好啦,今天就教大家做一個intro啦 那首先呢,可以開啟其他效果啦 那就是類似這樣的 對啦 那可以怎樣做呢? 首先,新增一個專項 入隊之後,就在右鍵 新增一個,叫Background 那另外,再加一個 這個 之後呢,就 要找一個 圓件的,是這個 這個圓件呢,就是把 色反白的 因為下一個圓件呢,就 不是 就不是 做Background 做Background 用的 要不然呢,就這樣 就不是多漂亮 所以呢 就這樣 今天就要用這個 用線的 出方式 OK 解釋 解釋 這些3D的 質感 在上面,按這裡 新增一個TES 那你們想要你的名字 可以打你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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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做 3個 Ctrl-Z 那你們本身是這樣的 在這裡按 App4 就這樣 然後這個3D layer 就 3個按 就3個出現 那你不用管 想拖去哪 就拖去哪 就拖去哪 拖去哪 拖去哪 現在要 新增一個 這個 這個 接著有 SureTarget 那 新 即是安裝原版的 就會沒有這個 這個 要安裝這個 就要在 Google SureTarget 下載CS5 我這個 就是CS5.5 來的 都一樣用到 按進去 按進去 來這裡 看到 ShureTarget 64bit 按進去 那下面呢 就找回 ShureTarget 按in FORWindows 那 然後就下載了 拖出來 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 是Mac機器用的 下面是Windows用的 用4B 那 那 將這個 再复制回到After Effects 再复制回到After Effects 再复制回到Effects 我本身已經有了 你們可以跟著這樣做 安裝這個方圓進去 要重新打開After Effects 接下來拉開Target Layer Target 1 選擇第一個 第二個 三個 你看看是沒有東西看的 就上來 OK了 再拉開Target 拉回來 按這個小鐘 1 1 就代表是第一個Target 2 就代表是第二個Target 大約去到2秒 就 打開Target 打開Target 大概在這裡 打開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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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接著回來 好像廣角一樣 打開Target 像廣角一樣 打開Target 堅強 打橫它那些 就是 看看 先看看 這個 來到這個 鏡頭 第二個 轉方向 反著就可以 一樣的 這隻斜角好像飛進去 就這樣 在這個角度 或者 想玩其他東西 就這樣 好了 又或者 YZ X X 再升高 就會 上完 再下效果 就這樣 這樣 可以 搞定 可以這樣玩 如果做得好看的話 可以像 好像 在哪裏 好像升到這樣的 好,今天 搞定就完了 BYE! 越路 踩